還是要相信政府 因為目前為止看起來台灣 包含了部長 包含了我們這個防疫各單位 事情做得都不錯 所以整個疫情控制的 你看連日本都比我們多了 台灣的感染離中國大陸這麼近 而且往來那麼頻繁 感染的人數 確診的病例數 目前都還在 蠻穩定的控制當中 並沒有像之前有一些學者 專家說可能會大規模爆發 他如何如何 這一點 當然要給我們防疫的第一線戰士們 掌聲一下 不過 威漢哥剛剛你講了太多太多的問題 在這個 往生非常難過的 白牌車司機的身上 還有他弟弟的身上 也就是引發下面我們要討論的 到底有沒有可能這叫做社區感染 還是更可怕的叫做社區傳播 到底社區感染跟社區傳播 有什麼不一樣 來 我們先來看 這個部長 他在這個六點的時候 昨天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有一個人 第一個死亡病例出現了 然後說難以找出感染源 可能是社區感染 這話說出來不得了 大家嚇壞了 社區感染 意思就是說我住在這個社區裡面 如果跟他住在一起 我有可能就這個中了 那如果我中了我不曉得 我到別的社區串門子 那我有可能也把病毒 帶到了其他社區 也就是群聚感染的一個概念 大家嚇到了 但沒有想到四小時後 來 四小時後 大概十點鐘的時候 我還可以說 這個部長又主動告訴自己的說 不不不 這不是社區感染 這個林希更愛而已 而且掌握了他所接觸的三名台商 社區人傳人的風險是很低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先告訴我們可能是社區感染 再告訴我們說 他可能是台商傳染給他的 所以不是社區裡面感染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們的公衛專家 陳建仁副總統 他也發文告訴大家說 這個應該是社區感染 但還不是社區傳播 來 陳建仁怎麼說 他說社區傳播要有四個徵兆 確診病例無法找到傳染來源 本地感染的個案數 已經超過近萬一入的感染個案數 已經出現了持續性的傳播鏈 有廣泛發生的群聚感染事件 目前這個死亡病例 我們在檢視他的第一個徵兆 也就是說他的感染源 傳染源到底是誰 到底從哪來的 其他三個 這1 2 3 2 3 4 都不存在 所以台灣並沒有進入社區傳播的狀況 也就是說陳建仁告訴你說 這可能是社區感染 但不是社區傳播 陳時中一下告訴我們是社區感染 後來告訴我們不是社區感染 那這個陳建仁又告訴我們說 他可能是社區感染 但不是社區傳播 這樣子的訊息有點多 我相信他們是想把話說清楚 但是好像越聽越不清楚 所以這個我們就要請專家來 幫我們解答一下署長 我相信是不用恐慌的 可是這個講的 我們這有點越聽越模糊 尾翰講說 不用怕待是對的 不用怕 這個有這樣的感染 是比我預期的 我也很早在別的節目 也在這個節目講了 這個一定會有破口 比我預期的要晚很多 這表示大家的努力 我們做得成功 當然也是運氣很好 等等我要講講我們的運氣 那麼這個 在這個31號公主號 有那麼多人到台灣趴趴走 我那時候以為就要破口了 現在居然運氣這麼好 居然沒有破口 那麼這一點是很幸運的 那麼這個剛剛講到底是社區感染 其實如果找不到它的來源 那就是社區感染 社區感染 那感染一個兩個 你把它控制得住 那就不算是社區的傳播 也沒有群聚 我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這個只要中國大陸 這個疫情沒有控制下來 全球控制不下來 所以我們全球都斷絕來往 可是這個代價太大了 這個可能比 這個有些人得到這個病 還有嚴重 那麼中國控制不下來 全球控制不下來 我們就一定會有發生 但是為什麼不用那麼恐懼 第一個當然有人會得對不對 但它有沒有比H1或N1 或者SARS更嚴重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 因為它上次也講過了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病毒 第一個它不太會把宿主幹掉 你把宿主幹掉就像SARS一樣 你也沒地方去了 而且它現在已經傳到第四代了 它每一代就可能更會適應 我就不要讓它發病 不要讓它發生很嚴重的狀況 那我就可以傳染給更多的人 對不對 這是它成功的地方 那麼我要講一下 等你有時間再談 不要盡興WHO 參考就好了 我們為什麼說非常幸運呢 你看我們的保平號 對不對 保平號那個時候 講說只要有一個確診的病人 我們就要在船上隔離 這個是最大的錯誤 就跟鑽石公主號一樣 對 越隔離人數越多 對 我講公主號 我正在講這個 這個quarantine這個字 是從14世紀開始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檢疫 14世紀的時候 威尼斯做生意對不對 它這個海港幫 那麼只要船進來 怕把這個川病都帶進來 所以就要在外海停40天 40天什麼意思 有病的就得病 得病的該死就死 這樣講不太好 然後剩下來了40天以後 一定是OK的 就可以上岸 40天 40天 那你想想看 那時候大寒海時代 正合不算 一個船擺來人就很大了 就很多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今天的遊輪 公主號是 3700多個人 3700人 3700人 船員有多少人 1000人以上 1000 1000人以上 那你就看看 美國的航空母艦 一個床位幾個人睡 絕對不是一個人一個床位 我講的是服務的人員 一個床位要兩個人睡 三個人睡 輪班的睡 而且是統艙 只有旅客 才是可能一人一間 或者是夫妻一間 或是商人一間 對不對 所以才有可以在上面隔離 對不對 那所以我還好 我說我們運氣非常好 就這樣 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的公主號 不是那個寶貧號 在台灣的 在吉隆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是確診病人的話 那我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世界衛生組 只有14世紀的想法 就是在船上隔離 對 這個就是公主號在日本的狀況 那你想看 這些服務的人員 要到每一個房間去服務 要給他們送餐 要給他們清潔 放備 換一下床單等等等等 只要有一個旅客 或者是一個船員感染的話 那一定是全部感染 大家一起 然後就是現在就變成 日本已經355個人的公主號 所以我們今天是21世紀 怎麼可以用14世紀的想法 所以第一個 就是應該要把他們盡量把他們 第一個有症狀的 送到安上醫院去 服牙病房 沒有症狀的 但是有可能會接觸的 那就到岸上去 就像這個我們274個 坐飛機回來的我們的同胞一樣 就是給他隔離 不一定要服牙病房 只要大家不要有接觸 然後觀察 那麼時間到了就回去 所以放到岸上 第一個一定要靠岸 為什麼 靠岸你才有水 有電 有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很好的處理垃圾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像我們保平浩在船上 在繞來繞去 也不讓他靠岸對不對 每一個人就恐慌了 對不對 恐慌一個防疫 恐慌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像這一次 有一位我們的同胞朋友 感染了 往生了對不對 那造成恐慌 恐慌就糟糕了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恐慌 因為他第一 還有講一點 這個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給他們參考 第一個 疫情指揮中心做的 我都同意 因為我不能再另外一套 比方說張善淳是我的副作 我們的這位副總統 是我的老弟 在台大公會所的 這個我當所長的時候 我們是同事 他們都很優秀 但是我也不要另外講什麼 但是我要講一點 你看一下這個統計 所有現在確診的病人裡面 第一個 幾乎沒有孩童 有 我就萬分之一 沒有 這個所有死亡的 都是40歲以上的 所以王先生你很安全 都會感染 就是剛講不顯性感染 所以會有可能感染 署長特別提到 當然也是提供給 我們現在的防疫單位做參考 就是說未來 因為看起來 大陸的疫情並沒有消退 有人說這幾天好像 增加了病例數 或出現了死亡數 有稍微趨緩一些 但很顯然還不是個頭 還不是個頭 還不是個尾 所以未來不論是社區感染 或者是所謂的社區傳播 都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應該要做好準備 那我們就再往下看 除了日本之外 又一艘船 又一艘船 這個船這次不是在基隆還是哪邊 這次是到高雄 就是這個 你要說威斯特丹也可以 威士特丹也可以 現在說有一個80多歲的婦人確診了 但注意哈 2月4號 她曾經停靠過高雄港 有200多名的遊客下船 然後分別成了60多輛的計程車 去的地方包含了高雄市區 包含了台南 甚至還去了墾丁 而且讓我覺得 看到這個訊息 更加有一點毛骨悚然的是說 因為這些人 現在四散了 散光光了 也就是說 曾經跟這名確診的美國級富人 一起生活在船上 一起出遊的 這些幾百可能上千的遊客 現在不知道去哪裡了 有的人回到歐洲去了 有些人回到美國去了 有些人繼續留在亞洲其他國家玩 這個恐怖 總比當然不好 總比這條船 現在停在高雄要好一點 停在高雄外海 可是如果停在高雄外海 就這些人可能會 可能會得病 現在變成全世界要上台 現在不在高雄 我記得這個傳機到 在馬來西亞了 如果在高雄的話 你看看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些人 比方說 他的原來的母國 要把他哪些人要接走 在馬來西亞了 如果在高雄的話 你看看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些人 比方說 他的原來的母國 要把他哪些人要接走 再來是我們自己的人 是不是要給他找個地方隔離 有症狀的 是不是要給他送醫 你不能再把這個船 就停在高雄港 然後就跟公主號一樣 那絕對是不行的 一定要讓他下到陸地 把他隔離 還好他已經到了馬來西亞 要不然我們也沒有那個隔離的能量 有 就是要盡吃奶的力量 我想我們還是可以 就是要做很多的軍營 什麼學校 什麼等等 剛剛說美國鑽石工床下來 也都是吃到空軍基地 對啊 我們還有很多空的軍營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軍人 本來60萬 現在20萬 還有40萬個位置 不過他當然會 剛剛講過了 什麼時候會破口 對 他試散 全世界試散 所以上次公主號 那麼一千多人 快兩千人到台灣的北部 好多地方 甚至也有人到中南部的 到最後居然沒有一個破口 這真是 有時候停誘台灣 我覺得我們好幾次停誘台灣 我們去吧 我們去玩吧 你來的 我們來的 你來的 你來的 我們去玩吧